大家會覺得說你怎麼好像都沒有變啊 怎麼還是那麼年輕 你怎麼這樣很膩耶 哈哈哈哈 對不起 快到三十年的時候 然後自己驚覺說 哇 三十年了 那是不是應該在這個時間點去做一些什麼事情 我要跟音樂去發生一些新的關係 然後再去留下一些新的作品 然後讓我跟歌迷朋友們 在共同留下一些很值得紀念的一些回憶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說那個心情是忐忑啦 因為畢竟你也不知道再一次的出來 大家還記不記得你啊 或者是想要再聽你唱歌的那個欲望有多少 工作的時候都會覺得那個帶小孩的時候好幸福喔 然後帶小孩的時候呢就會覺得還是去工作吧 然後我就是那時候有開玩笑啊 就是工作的時候要美若天仙 然後回家的時候就是落入半間 我真正自己開始用產品之前呢 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我那時候會去一個推拿師傅那邊做推拿 可是我那時候在那邊居然發現了一瓶經典乳霜 然後因為他可能也會幫他的客人就是比如說做到臉部什麼 然後他就會用這個產品 我就想說哇他很懂得用的 我覺得生完小孩之後 我的皮膚狀況就是變得比較容易有一些過敏的問題 那當然就接觸了之後就發現他的效果很好 尤其是他的那個濃脆精華 擦在臉上的時候你就會覺得他有一種 因為他很好延展 然後他就是有一種很溫柔的 然後包覆著你的臉的感覺 然後就可以讓你去抵禦外在的那些污染的狀況啊這樣子 然後他可以修復自己可能因為壓力產生的一些過敏的症狀 另外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其實真的跟心情還有蠻大的關係 就是有一種 啊 我擦了保養品之後 我的皮膚都會變得很好 我就是用這樣的一個心情去擦我的保養品 而且對我來說我在用保養品的時候 其實我很在意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氣味 如果一個保養品他說他有再強大的功能 但是如果那個氣味是我不能接受的話 我可能還是不會使用 不論是他的修復或者是精華露啊乳霜這個部分 我覺得他的氣味都是讓我覺得有一種很自然的 就是擦上去很舒服 然後就有那種很療癒的感覺 可能像我這一次這麼頻繁的出現在大家面前 像我的朋友就會開玩笑說 欸你這次出來感覺很勵志 像這樣子的年紀然後再出來 然後大家覺得保持的那個狀態很好 然後還可以去喚起大家很多的 可能從前的一些回憶 然後去受到大家的喜歡這樣 然後就感覺是很勵志的 那我想說的是不用去太在意你現在是幾歲 你應該去想說你現在這個年紀就是最好的年紀 因為所有的現在當下你這個年紀就只有一次 所以要讓自己的心情來去圓滿你的現在 辛苦了 其實你值得最好的 要好好的寵愛呵護自己 所以我愛你 祝開康 然後再教你 你都別忘了